开心和空姐合照 这两位大学生的耶诞礼物可不小 分别是美国线的商务舱和经济舱来回机票 他们在耶诞前夕参加航空业者举办的飞机命名比赛 其中北一学生刘彦廷所取的Flying Oasis 打败将近500件作品夺下最大奖 经营在读的书籍就是关于是阿拉伯 还有以色列那边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生活 然后那边有一些永牧民族 然后还有绿洲的生态 那我刚好就是看到这个比赛 然后就有了一个联想 计划在国考考完以后 就是去旅行这样子 警察大学学生陈敬佑 则已展开双翅探索世界的名称 夺下美国线经济舱机票 准备在大学毕业后的暑假出去玩一玩 说是帮飞机取英文名字 但这一次却凭中选的前三名 都不是英语相关科系的学生 我们在评分当中 其实是把学校的名字 是没有写在这个评分单上面 那让评审从作品里面去选书 最适合我们公司 这次新产品的一个 意向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就表示说我们在 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里面 有不同的一个发展 就是不一定是英语学系 在其他学系的同学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的 非常出色的 适逢耶诞佳节 空姐也难得巧扮耶诞老人 走进校园发送爱的小礼物 吸引学生踊跃拍照 也度过特别的耶诞节 中央社记者红黄军张亚廷特别报告